好 再来关心国内的天气 今天清晨还是蛮冷的 不过白天开始冷气团减弱 再加上水气偏干 各地都有机会看到阳光 而且气温也逐渐回升 大概比昨天高个3到4度 不过呢 入冬以来的这第一波寒流 周二就要来袭了 所以从明天晚上开始呢 温度会一路往下滑 中部以北 沿海空旷地区 甚至可能会下降到8度 而寒流预计会影响到周四 那么未来一周 天气大多是偏干的 而要等到周五周六寒流减弱 温度才会回升